盛开的雪莲花 看一下 金银剔透的叶子 然后它的 它的种子在里边 看一下 这是一个生长了 足足有8年的天山雪莲 老铁们看一下它的生长环境 长在悬崖峭壁上 把这个视频送给你们 喜欢我视频的人 关注我视频的人 谢谢你们 感谢 终于看到了雪莲花 看到了 老铁们 给我点个双击吧 这个不能忘了 这个是国家保护植物 现在海拔5500米 大家好 现在在下山的途中 在一处悬崖峭壁的地方 又发现了这么多的雪莲花 这个是真正的 喜马拉雅山北坡的包叶雪莲 非常的漂亮 它是二级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这个只能看不能踩 感谢大家收看 你们负责点亮红芯 加关注 我负责在西藏深度游 带给大家最美的风景 感谢大家 然后在这个湖边 有特别多的雪莲花 这种雪莲花叫荷叶雪莲 荷花雪莲啊 它的生长周期大概5到10年 才能开花一次 特别的珍贵 而且生长在海拔5000以上才有 海拔低了没有 今天发现了一个粉红色带纸的雪莲花 现在的海拔是5800米 哎呀妈呀把我喊雀咬了 哇塞 这颜色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珍贵 我们让他在这里自己也慢慢的生长吧 他的纸都已经成熟了 都成熟了 他反下来之后明年希望后面雨水充足 然后让他结出更多的水莲花 大家看一下周边的环境 发现了一个白色的雪莲花 你们看 漂亮吧 这颗雪莲花是白色的 跟其他不一样 哇好漂亮 能不能点个烧 老王在那里干嘛 你看看到那黑点了吗 还有一点就爬上去了 爬到顶峰了 还有一点点 啊这个花的雪莲花好漂亮 哇 太美了太美了 来个双鸡啊 谢谢大家 给个双鸡加关注啊 这个又是一种雪莲花 这几天天天看雪莲花这个呢是 包业雪莲包业雪莲花跟那个天生雪莲长得特别像 很多人 没有见过这种雪莲花他们以为这个是天生雪莲 这个雪莲花 啊闻起来特别的香 他跟天生雪莲的区别最明显的就是他这个杆比较长他这个杆大概有 一尺长 啊他这个 花苞啊 长得像那个包菜所以他的名字叫包叶雪 他这个花苞里面保护的是他的种子 到了秋天以后呢 他这个花苞会慢慢的溃掉 然后他里面的种子就会释放出来 然后明年呢 在这个下边就会长很多这样的 小的雪莲花的这个苗 过来看看 啊 看看这个啊 这个是他的小苗 他的话也是要经过 很多年的生长 慢慢的在他底下的这根茎里边 储存足够的营养物质大概需要 6年到8年的时间 最后他才会绽放出这么美的的花苞 太神奇了啊 老弟们这个是 一种珍惜植物 大家千万不要采啊 欣赏欣赏 啊 不能采他 太美了